一定啊 不然怎么会知道 好 来 接着看一下 这个第四题啊 你们就自己对一下一二小题的答案 一不一样 好不好 好 再来看第五题 第五题的话呢 很简单 欸 请你们看一下这边喔 这应该怎么办比较好 你可以猜成什么 还是根本不用猜 你的X 两个都是什么 0 对 没错 在这边你可以写重根 什么叫做重根 就是两个都是一样的 知不知道为什么两个都是0 你就把2除过去啊 真的如果要计算的话是这样 把2除过去 0除以2还是什么 0 谁的平方会等于0 不就0吗 知道吗 如果真的要写 但不用啊 你直接看就可以知道了 好吗 那再来我们来看第二题 A加B乘以A-B 是不是A平方-B平方 好 对不对 再把这个负式移过来 是不是加4 等于什么 0 0 那这里 -4加4是不是就消掉 所以X平方是不是等于0 X是不是就等于0 现在有没有问题 可以喔 OK OK的话我们来看第6题 6跟5是一样的 我就先讲6 好不好 这两题很简单 这个也是重根 要写哦 一定要写重根 一定要写重根 因为我讲过了 这边会有两个结 嗯 你写两个结可以吗 好 再来第6题的第一小题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有没有看到这边啊 平方之后得到49 这里开始就比较特别 如果它是长这个样子的 平方过后等于一个完全平方 等于就是数字的 你可以左右先怎样 不要平方啊 所以左右先怎么样 7 嗯 不是7 我看谁知道 7 谁的平方会等于49 7之外还有一个 应该是什么 左右同时平方 就是开根号 应该会得到正负根号 49 所以应该是正负什么 对正负7 要加正负 可以吗 然后节五移过去就变什么 是不是变正的 加减7 所以X是不是就等于12 或者是什么 -2 或者是-2 5-7就是-2 那有没有问题 就两个分 好 那来看到隔壁 诶 这个是49啊 你可以开出来是7 诶 那如果开不出来要怎么做 一样不管 你就同时左右同时怎样 先看先看 不要急着写哦 左右同时开平方 一样是正负多少 正负多少 根号2 可不可以 你就左右同时开根号啊 这个消掉 可是这个要加正负 讲过了嘛 要求平方根不是要加正负吗 对不对 所以这边X 是不是把加3 一过去变什么 -3-3-2 这个因为没有办法再合并 不是同类项 所以你的答案就写到这里就好了 这就是负3加根号2 或者是负3-根号2 这样子的写法就是有两个答案 好不好 不要认为只有一个哦 这就是两个答案 送知名